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访问了乌克兰 就是今天应该是 昨天我现在是2022年5月9日的1.02分了 是昨天访问了乌克兰 释放了啥信号呢 大家就七嘴八鸭子 但是这些个评论这些个说法不代表 我个我本人的意思啊 当地时间8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了乌克兰 昨天也就是8号的昨天啊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秘密访问乌克兰 没消息秘密访问 拜登不敢去派老婆去 害怕是咋的啊 光光说啊 克里地亚总理德国议长 美国第一夫人访问了乌克兰 那是个打卡圣地 没任何信号 吉普周边局势一言完全稳定后的必然 一些欧洲小国 那个小国国家代表 三月份就访问了吉普 有些个国家直到五月份才有代表出访 千临带雨下的访问率先 到访比这山山来迟勉强的支持更为的可贵 程序员说啊 这个是为了拉选票去的 拉选票 乌克兰要给他们投选票吗 这个刘家学生说 因为国内压力比较大 土豆最近联合了左派 导致事实绝对多数 就是有左派的议员支持自由党 现在要做一点左派的事情回报 昨天还采访乌克兰官员说 问土豆要不要来 今天土豆就到了 洛天说 有一说一 加拿大中将被抓了 还交代了不少情报 小土豆要到这里给一些个帮助 会不会是这个剧情 特鲁多和吉尔去营救他们的儿子亨特拜登 因为有消息说拜登也被被抓了 拜登儿子被抓了 杨修丢积累说 三战开始乌克兰基普事件 狂热分子刺杀某国政要 注定好律师说 作为昂萨民族的嫡系亲王 特鲁多亲王 穗黄巡视边镇 九边重镇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一代穗黄检查边防 将士和归降的男匈奴二毛 协同作战的能力水平 以示亲王对昂萨民族雄徒霸业的关心 秉明自己心系设计 匡扶大厦之志 毕竟澳洲亲王 英吉利亲王 这段时间又是筹措君资 又是分管情报 舆论系统一肩跳 为王前驱 特鲁多亲王 不行动下表示表示 怎么对得起自己 被授予西方七大公约国 乌尔联盟 这期等众多荣誉宰身 网传 天蓬蓬 蓬佩奥也在马里乌 被地下城被抓了 轮番去要人去谈判 最后估计拜登要去和谈 这个是绿羊 阴里白沙提 这是他的看法 恩恩说 不到基辅非好汉 这个陈梅 陈文讲说 建议普京去舍岛打个卡 作为回应 不能怂 普京普子同时 平时不以硬汉示人吗 不就是硬汉形象吗 北极都去了 去寻想 寻想一下自己的新占领领土 有什么难度 去去舍岛 四面楚歌说 毛子为了点土地 死死的要在世界文明的对立面 琉璃说 特鲁多会不会私下约会美国第一夫人 HLA说 怎么感觉乌俄大战 就是为了一个钢铁厂 俄罗斯很缺铁吗 张爱飞说 路透说讲 加拿大主理特鲁多八日对乌克兰伊尔平镇 进行了一次 未经宣布的突然访问 该镇市长在访问中说 伊尔平镇在激战后 曾经于塞业底被俄罗斯军队夺回 镇长发布了一张照片 特鲁多站在一条街上 背景是被摧毁 焚毁的公寓楼 就是这张相片 这是到访的那个镇的市长发的 该镇一直是首都基辅附近战斗热点之一 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 并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还为乌克兰人及其家人 申请临时居民签证制定了特别的计划 特鲁多一位摸过拜登的男人 怎么评论区还在大鱼大鱼的打不下来 就说有大鱼坐地起家 死也要为自己的某爹找回面子 别人日常打卡而已 现在不许基普打个卡的政客都不敢出门了吧 日常去基普表示支持和拉选票而已 还能有什么信号 脾气越来越大说 加拿大总理和美国第一夫人竟然双双跑到乌克兰打炮 大鱼的传闻怎么越来越成真的了 太行学道说乌克兰人的鲜血眼红了网红打卡胜帝 问题是这些政客并不是真关心乌克兰的人民 焦俏的生理期说信号就是基辅现在比较热门的景点 到那里走一圈拍个照片发个推就算是有成就了 等等 这是大家对这位小兔道的评价